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欢迎大家 又来到姚中怡文化馆特备节目 一机一镜 彬分露 这次只剩我一个人 因为我要解答第二个观众的问题 就是我对于信家的触觉如何来 我做的事情发觉和画家有点相似 给我们看看现在这幅画 这幅画是19世纪末汉华的印象派画师 很出名的画的风景画 我唯一不明白的是 上一年他们还没有相机 所以画一幅风景画我想要三多天 但是这段时间这几天里面 光正在转着 由朝到晚 他为什么可以画到这个景象 我现在拿着相机的景象很清楚 但是他画了几天的 光正在转着 由朝到晚 息温会转 气温又转 影响你的感受在里面 但是怎么可以画到一幅 令人看得这么舒服的画 当然了 因为他们是画家 对不对 我们去查一下画家做什么 又或者看画另外一幅人像照片 因为看画最擅长的是画一些妹妹 这些表情 不会留得很久 对不对 所以其实就是 他们凭什么 可以这么精彩 把表情定下来 对不对 我参考了一本书籍 这本就叫做 Art Spirit 艺术精神 作者是Robert Henry 他是一个美国的画家 这本书出版的时候是1923年 那本书好看的地方 就是 他是教学生的画画 但是他又不是说那些 技术上是细节的 他反而是强调一个画师 他如何培养自己的感情 如何珍惜每一段落的感情 然后将它表达出来 那大家如果不喜欢看这个英文版的话 可以看这个中文文版的 是藝術精神 那这本书 我看到商务 和成物都可以买 那本书里面 他提过这件事 他说一块面 或者一片风景 它的尽味是瞬间即逝 只要凭借记忆画下来 寄下那一瞬间的神魂 就是说 其实眼前的东西是在变的 那他们要画呢 是画有一刻 带给他们的感觉 看法他们要画 让他们冲动 要画画那一刻 他感受 下面这一幅都是 Robert Henry 画的人像上来 关于人像是这样说的 他说毛豆放在你眼前 但是你要凭记忆作画 那这个画师 就要把毛豆当成参考 但是他真正要画的 其实是最初 最初给他的灵感 那一个片段 他只是顺着眼前的毛豆 找回那一个片段 所以原来他告诉我 画家不是真的记录眼前的东西 画家不是人用相机 画家是将他之前的感受 然后投放在一幅作品上 而他对着画的那些 只是他参考 在我的视频里面 我有相同的遭遇 因为基本上就是 有事情发生的时候 眼前有些事情发生的时候 我就开始去勾起我 以前的经历 那些感觉 那当我按快门那一刻 其实是将我的感情 投放出来 我给一个例子 不过那些很无稽的 大家不要笑我 这次很怪的 我从两幅画去一幅相片 第一 这两幅画都是一个 画家 米勒米勒 它是专画工人和农夫的 第一幅就是这幅 农夫一向都是我 很敬佩的行业 因为在整个生产链上 它是最低层最辛苦的 我经常都在农夫 我去过很多次 在田里面做拍摄 大家想不到多热多辛苦 那些湿气也很辛苦 所以南德米勒就画到一对农夫的夫妇 可以中间有些休息 那些肛很柔和 我们看到那个男人 其实那条褲子很多泥 很骯髒 但是呢 那些衣服里面充满光泽 尤其是他身边的太太 那些手臂和大腿的光泽 是将整个线条勾画出来的 就是 我看到这张照片 我的感觉就是 就是做人 怎样都要 找时间 休息一下 休息一下 我们的路很长很长 但是就不可以太急 所以这个 给到我的感觉就是 我应该经常坐下休息一下 另外一幅米勒的画 就是这幅宋苗 那他们就不是农夫 是陆羊妹妹 你看到 有个人坐在那里 她的坐姿 我觉得很高拗 但是她面上好像有些丘审 旁边的朋友在那里 开解是这样的 这两幅画 不知为什么我很喜欢 尽在外面出现 所以大家可能会立即明白 为什么会拍摄下面的照片 当时就是 九月份 在越南北部 那时候全部都是 收割的季节 那些和干操 一模一样 都要门了 我看到他们两个 那时候我大声在心里面 我说 你两个龙虎 是不是醒了 睡醒了 但是同一时间 木羊妹妹妹我看到她出现 她是不是已经 甚至解开了 愿意给我一个笑容 这一刻就是冲动 就是我 按快门那一刻 你会觉得我很奇怪 真的这样的感觉 但是我真的可以告诉你 我按快门那时候的感觉 全部都是因为我之前 有一些情绪 放在心里面 而我不时都会想起这件事 我经常想起那些 我会看到 我给你另一个例子 好吗 这个大家都可以分享 两母子之间 感情是最 契人都会感觉到的 这里都是越南北部 我妈妈很小 我初来看到她的时候 她还在吃雪条 哇,是小女孩 我看不到她背着B 我真的以为她小孩都十三四岁 结果我现在问我 原来她十七八岁 后面后来 哇,出了个B 我觉得很甜蜜 所以我一直在看着她们 因为我喜欢阿B 但是呢 拍得阿B 就拍不到我妈妈在后面 对不对 跟着她们很久 因为我不舍得她们 觉得她很甜蜜 那个妈妈就很小 那个B 就是她的心肝宝贝 但是一刻间 就是整件事就是 一路 令到我追着她们 就是 但是一刻间 我妈妈一回望 阿B又往上去的时候 那时呢 不禁门就不行了 那一刻 就是那一刻 就是我整个 感觉到 无奈 那种冲动 一叶 打出来的 这幅呢 就在柬埔寨北部 就是近泰国边境 那她的情况呢 就是水车 她的化水流是洗地的 那小孩呢 就在那里玩水 那我那时呢 我还记得 那时呢 我还记得 拿着一支35mm 那我要走过去拍 所以呢 就搞到 我和她一样 她全身濕了 我全身濕了 我全身濕了 全部濕了 回到车里 就是迪士司机挖着我 那 她初头的禁是玩的 但是 过了没多久之后呢 那些水打到 儿子的臉里面 给我有个感觉呢 就是 我一直做人 都有很多不顺利的东西 那就是 好像这个命运 是兜八卦 那样的 就是我善了很多 对不起 可能就是我倒霉 所以 我就看到那种感觉出来 但是她的孩子 继续玩 就是完全是 无惧这个人 这个波浪 所以有一刻 她突然间 向前走 手一抵出的时候 我就按快門 整个人就是说 命运如何对我都好 我都要继续向前走 就是这一刻 那另外一幅呢 就在斯里兰卡 一样是水 那前面这位哥哥呢 钓鱼 那他钓了鱼之后呢 之后呢 我就跟他买拿去吃 真的 那我走过 基本上我见到他 店鱼 那因为又是 我拿去35mm 所以来他很远 看不清楚 所以我迫着他向前走 那今次呢 就跟影 刚才柬埔寨 水车不同 那今次我害怕 那些浪打起来 会很大声 爆炸 而且那些风 是很大的 就是我脚转 不敢走出去 那Anyway 我又是全身濕透 那今天 不知道那条褲子 原因为什么我会拍呢 就是 当我很害怕的时候 我看到这位仁兄 仍然有 仍然很安定地站在那里 这个真的无巨峰浪 所以这种斗志在我身上 就涌出来了 哇 这个是英雄 在我的眼中 所以呢 我要抓紧那一刻呢 基本上就是 很多浪打他过来的时候 他仍然是游然才能 够敢站在那里 但我拍完之后 那些浪呢 包住他 好像不是想打击他 好像是为他鼓掌 有这种感觉 简部寨呢 如果那些放学的时候 那他们很多时候都是踩单车 即是回家 那这个是 两姐妹 是不是 但都不是大 姐姐不是大 很多 那在那里呢 踩单车 小孩踩单车 都是踩大人的 因为单车都是一只大人的 所以 那个小孩如果踩单车 基本上 坐不到一个位置 那在那里的时候 我看到他 你这么小 已经要载阿妹回家 即是那些阿姐 做姐姐 这个 很有家教 所以我突然间 有古早的力量 我要拍到一个力量的表现 我觉得 这件事 即是由小学起 但是 它的意义很深重 那我怎么拍到这个力量呢 就是他踩在第一个一刻 因为他踩在第一个一刻 好像一只站我 那样 我拍了几幅 每幅都站我 唯独就是 原来他踩在那一刻 那一刻 脚踏实地 那一刻 就是我的意义 这个是印度布厂 那些布挂在那里 就是浪杆 干了之后 就有工人拉它 我拉过那些布 很重很重 就是一条布 他这样挂在那里 但原来一条布 拉下来 是一百鱼 很长 很重 那在我心目中 我不可以容许 做事这么辛苦 他的命运好像打压着他 所以当这位女士 在我拉着布的时候 我一直想说 命运仍然在你手中 所以他拉的时候 就是一刻 他扯下来的时候 我看到他的手 是拿着布 一拉就像是製造一个船窝 那时候我就拍了他 命运在我手 这个大家都感觉到 发生了什么事 那小孩子的将来 那当然 我要飞上天上 所以他们在那里跳一跳 那一刻很简单 我要拍到 最好是两个 但现在拍不到 我拍到一个 因为另外一个就黏住了 我原本是 希望拍到两个人 都是尼尼的 完全是飞上天上 但是在这里 我只拍到一个 所以他玩来玩去 但是拍的东西 是我心中的我自己 所以某程度 为什么可以对某一刻 你有触觉 其实 拍到一幅相 我只可以当我自己说的 都是一种自信 是拍到我自己 对我自己的写照 是我想飞上天上 所以我就会拍到这些 我看过他 有一张桌 走过另一张桌 最初都没有什么感觉 但走到两次之后 我突然 就是 不其然地想到 做人如何都要勇敢踏出一步 要不然 你去不了下个阶段 所以 接着我就追着他了 到这里一走出去 我就这样 所以你看到 所有的所谓的一刻 其实都是我自己个人的经历 那一刻我按开门 因为那种情感是最重的 所以要拋出来 就是很简单 所以一个成功的人民摄影师 对我来说 和台上表演的魔术师 没有什么分别 为什么 你明知道它是假的 但很想它是真的 多谢大家观看 如果喜欢的话 请订阅和like我们 下次再见 拜拜